香港不辦 我们台湾来办 我们的态度就是这么的清楚 徐国勇正面迎击香港陈同家案 却遇到有媒体来者不善 政府赞同一通框架了 你想太多了 台湾绝对反对一国两制 反对一国两制 怎么还有什么一种框架呢 这名记者操着北京枪发问咄咄逼人 也不理徐国勇告诫要他客气一点 下一刻冲突爆发 前后一期你是在阵营说一下话吗 讲话客气一点 这是事实 部长你不要否认 问一个部长不要问部长 什么阵营说一下话客气一点 部长你不要罔顾事实好吗 不是记者吗 还会夹的 混进来的是不是 告诉大家吧 问问题变成呛官员 让底下律委也一起声援 栏尾直群对案件集中火力攻击 栏尾黄昭顺耀官员给个说法 再度出现跳针式直群 官员要回答又说对方浪费时间 黄昭顺不断跳针大叫主席主席 当主席的同党林维州 却当场打脸他 你会议的内容也许会牵涉国家机密 你不是错误判断你是什么 你大家不要再说我没有错误判断 撑过黄昭顺跳针还得接招陈一杰的大嗓门 蓝营反应很激烈 律委质疑根本都配合中国三港一起演出 国民党党团讲的话跟香港政府所当天晚上所发布的半夜的声明一模一样 国民党借由陈同家案捡到枪 官员小心接招 早上质询前陆委会和移民署还先开会 统一口径捍卫立场 可不想让蓝营手上这把枪有太多借题发挥的空间 三讯无成民谢梦哲 SNG小组台北报道